现在本宫给你两条路选 一 本宫向皇上检举你 意图谋害婉嫔的龙胎 毒汗叶答应 那么皇上也会迁怒于三二个 到时候你们母子一个次死 一个再无登基的可能 不 不 二 你自己把这事了了 本宫会替你成全三二个 让她继承大叶 皇后这意思就是 你自杀我就不告诉皇上 是你给叶兰衣下毒的 那三个就没事 你不自杀我就告诉 那你俩都有事 话说回来了 嫔妃自枪也是大罪呀 这就不怕连累三个了吗 且我觉得即便齐妃到了皇上那 齐妃也未必会死 三个也不会受牵连 可一提到三个 齐妃就不会思考了 皇后给你选择 你还真选上了 皇后娘娘 娘娘 我不能死 不能死 求求你 救救我 救救我 我还有一个孩子 救救我 哎 你心疼自己的孩子 怎么想不到你动手害的 已是别人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呢 之前就讲过 齐妃是那种孩童般的恶 那种恶而不自知的恶 有的时候蠢就是坏 你自己把蠢事做绝 本宫也帮不了你 孩儿 你也不必想着要于死往破 污蔑本宫 唆使你作恶 一来皇上不会信 二来有太后在 本宫永远都是不可动摇的皇后 一切自求多福吧 皇后说的未必一定对 但这种说辞足以唬住其非了 我可不得了 我可以说 如果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